人物龙凤博土的传奇历史是什么 画中的内容是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苏迈品文物 我是阿飞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人物龙凤博土 1942年 盗墓者从陈家大山的战国储墓中 偷出来一幅博画 后来 这幅博画被湖南著名古董商 蔡吉祥所得 蔡吉祥 1898年生于长沙 自有熟读古文诗书 古文基础深厚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蔡吉祥的个人收藏活动十分活跃 一时间声名确起 1952年 蔡吉祥原打算将一批文物运到上海出卖 被公安机关注意到 将文物扣押 调查发现 蔡吉祥对文物很熟悉 也非常有才感 于是吸收它进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 蔡吉祥依然将所藏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 最富盛名的 当属这幅 人物龙凤博画 湖南省博物馆成立后 蔡吉祥进入省博物馆工作 一直到1979年底病逝 他为抢救 濒临散灭毁忆的文物 立下功劳 寻找并修复著名的四阳方尊 即是其中一例 并离摹了 人物龙凤博画 博画刚到文管会时 由于画上的污秽 还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处理 画面上的细部和线条模糊 颜色太黑 很多地方都看不清楚 因此1971年原本准备出国的展览也取消了 1973年 湖南省博物馆的一批博画 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清洗 时任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高智喜发现 清洗效果很好 画面变得清晰了许多 于是建议把人物龙凤博画 也送去清洗 上时纪70年代末 当时省博物馆副馆长侯良 将博画送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修复处理 博画运回来时 省博物馆在进行林牧师发现 画面许多地方比以前有了变化 当时没想到 只是因为原来的无灰被洗掉 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画面内容 还以为是拿错了呢 湖南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将画送到上海 请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 私质品专家高汉玉进行鉴定 高汉玉仔细检查后断定 博画至少有90%以上可能性是真品 考虑到专家曾经对博画进行过修复 实际上意味着 博画是100%真品无疑 这才让省博物馆上上下下松了一口气 1953年或1954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储文物展览 人物龙凤博画也在展品之中 郭沫若参观后 对人物龙凤博画兴趣很大 专门拽文写了关于 晚舟博画的考察 对该博画给予高度评价 并在人民文学1953年第11集上发表 因为当时画面上的龙 只能看清一只脚 郭沫若认为像龙的动物 是古代神话之一的 是恶的神怪象征死亡 而凤在古代生命中象征生命 画中凤鸟表现为战神者的姿态 随从在绝望中挣扎着 这是善斩生了恶 生命斩生了死亡 而妇女正祈祷着生命的胜利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 学术界均以郭沫若的解读为准 博画经过清理修复后 线条和图案均以清晰可见 恢复了它的原貌 龙的另一只脚也显现了出来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熊传心 对博画进行了重新研究 并在1981年的第一起 《汉江论坛》上发表了 对照新旧墓本 谈楚国人物龙凤图一文 熊传心认为 全图是描绘飞腾的神龙 神凤 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 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人可 人物龙凤博图 正如它的名字所示 是在丝博上创造的 博画为传统捐本画以前 以白色丝博为材料的绘画 笔法以白描 工笔仲才为主 现存最早的是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 发现的三幅薄画 一幅四周画奇异的 动植物画像 中写文字多不可识 已成绘书 一幅会长袖细腰女子 侧身合掌而立 尚有飞翔的凤魁 名为人物龙凤博图 另一幅会高贯长袖的男子 侧身驾驭着一条巨龙 龙身成舟状 此外 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 相继出土了薄画舞剑 会有墓主人图像 以及燕影 车马 遗仗等场面 兼会传神话中的神灵怪异 薄画在美术史和中国书史上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人物龙凤博图 属于藏仪中使用的生犯 楚辞招魂中有 像射军史这样的话语 明确记载了战国时期 已经有为死者绘制肖像 以招魂的风俗 人物龙凤图的创作目的 就是使墓主人能被引到升天 或阴间 继续阳世繁华的生活 人物龙凤博画 长31厘米 宽22.5厘米 迄今为止 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薄画 1932年2月 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 楚墓中出土 人物龙凤图 是战国时期 一名创作的一幅 捐本淡石色画像 该画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人物龙凤图 表现的是龙凤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情景 画中右下角 有一位侧身而立 双手合十的妇女 阔袖长裙 像在祈祷 妇人头顶 有一只腾空飞舞的凤鸟 围卷向上卷起 左侧是一条体态扭曲的龙 称在向上腾 阴除发现时 龙的左足破损 指尖右侧足 则一度认为是魁 该作品也被曾经认定为 魁凤人物图 该画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薄画之一 先秦时期 楚国的艺术与文化可谓独树一致 楚地有着一套完整的神话体系 巫柱 祭祀之风生行 这幅作品就是楚地巫死文化的代表 一般认为 人物龙凤薄画体现的是 牧主人在龙凤的牵引之下升天的愿望 古人相信灵魂 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 能够通过龙凤的引导升天 在当时的丧葬制度中 该画的性质相当于隐魂藩 称为名声 由污慧制 用于沟通天与人 人与神 使牧主人的灵魂 跟随画中龙凤的牵引 顺利升天 所谓龙凤冬天 则与古代的神话体系息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文明中 人们把世界分为天地人神等不同等级 而龙和凤能够沟通天与地的神兽 司马迁史书风禅书中就有 龙下界迎皇帝上天的记载 放在楚文化中 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楚国以重凤文明 衣食器物等都有凤文的使用 文学作品中 提及凤的词书也是名列前谋 《诗经卷额》中有 凤皇名以 鱼泊高岗之举 一直以来 带有凤的诗举是最多的 凤飞翩翩喜四海求皇 凤求皇唐司马向如 亭亭凤皇台北队西康州 凤皇台唐杜普 整幅画以线描形 线条挺拔有力 简禁流畅 黑白关系的处理 人物位置的安排都别有一番氛围 此外 在人物面部 服装等处 略点珠彩 在凤鸟 人物衣食上添加纹饰 都使作品 富有浓厚的装饰味 全幅线条虽然很简洁 但变化非常丰富 熟迷对比 粗细对比 都很恰当其自然 凤鸟用线 明显比龙纹丰富且变化较多 线条主要突出 凤的动态和优美姿态的一个表现 龙之用线 则较为迁徙简略一些 突出其安静的近视 与凤鸟生腾之态 所形成的飞动之时对比 更显凤鸟的勃勃生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了这里 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咱们下期节目再聊 最后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 阿飞在这里 谢谢各位看官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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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